这个时候我可以找机会QR来秒掉他们了 好 这时候大蛇也追过来了 那三个人追我 那这个时候是非常开心的 越追我的人越多越开心 好 那这个狐狸直接好像是开大冲脸了 好 冲脸过来的时候 没关系 我的移动速度快 我不怕你 好 那这个时候三个人开始追我之后 直接开启W来扛一下呼吞往下走 狐狸大招没有效果了 一个Q就疼 直接冲脸冲进去 然后第二段Q直接杀出来 之后这个对面的阵型已经被我完全打乱了 这个三进三出啊 就是我利用这个爱奇灯先冲进人堆 来吃足够的伤害之后 利用反伤甲也反伤了很多伤害之后 他们把我盾打破 我没有伤害了之后 利用这个爱奇灯刷新特点 再走出这个人堆 那对面现在也是非常的无奈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能不能刷到这个金屋 但是还是老规矩移动速度太慢了 这时候猴子过来坐死了 那好吧 那我先送走这个猴子 也是Q爱奇灯直接把这个猴子秒掉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啊 这个 有装备成熊的阿波罗真的非常的凶残 好 这个 宙斯同学 我现在真的是 我觉得你这个当长辈的不合适啊 我们换个位置吧 好不好 对吧 你来当我小弟 好 那这个时候也是做出了一个核心装备 这是我认为的一个比较核心装备啊 就是这个复仇天神 那这个装备有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你冲进人多里面 你输出高 你跑得还快 别人还不敢打你 那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他们打你也不是 不打你也不是 不打你 阿波罗秒脆皮 打你的话自己还疼 关键是想打你还杀不死你 啊 这个阿波罗可以利用这个阿吉能来回跳 那这个怎么办呢 挺无奈的 因为我现在我打的局分段不是特别高吧 我还没有遇到比较好的阿波罗 就是怎么去打呢 我现在没法研究 我现在只能教给大家怎么玩的英雄 但是怎么去对应这英雄呢 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 就是一个兵战挂脸上 直接给亚秒了吧 我觉得这是最合逻辑的方法了 好 那现在也是 这个我18级紧很久了 时间25分钟多一点 身上挂了23个人头啊 这个人杀人的 杀人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下来 那我这边看看谁到底有 有过来作死的这个想法 我这边是有移动步伐的 好 遇到一个机器 好的 这个机器你不要走了 你不要走了朋友 我这边不会允许你走了 好的 粘住之后这没得活的 这个猴子抢人头 大家看没有 就是我QI如果这个人没死的话 那这个大班会刷新的 是吧 因为刚才猴子杀了他嘛 对不对 猴子一棒子拍死的 那 好 那我现在来找一下 这个大蛇拼 这个大蛇打不动我 打不动我 你打不动我 我告诉你朋友 你打不动我 先一个二技能 二技能啊过来之后 利用这个E技能 回复CD 接着一个Q技能 右秒的这个大蛇 看看这个猴子该怎么处理 好 一个大冲过去 冲到这个大蛇脸上之后 我现在还是有这个火种的 我就在人头里面 无限的这么窜 你们就是杀不了我 然后再一个大招 大招 大招 大招呢 好 大招窜走之后 这个宙斯在里面已经收割了 然后回头接着一个Q技能 可惜这个宙斯的装备 并不是特别好啊 还是没有扛住 那我现在这个装备 我并没有想走 我来勾引一下这个狐狸 好 这个狐狸已经变扬了 好的 现在开启 W 开启福州天神 回头一个Q技能 这个狐狸哭了 想杀我 这个太年轻啊 朋友 好 我现在对这个大蛇 还有想法的 但是看到大蛇身上挂着这个盾 我就有点醉了 然后选择一个大招 其实关键还是现在没拦了 其实有拦的话 我现在还是敢找这个大蛇打的 因为我现在确实比较肉 这个确实嗓子有点哑了啊 一直给大家怎么说 真的希望大家看过这个视频之后 能学到一些东西啊 对吧 Mobile游戏嘛 英魂为什么好玩呢 就是因为它可以走无限度的创新路线 是吧 一个力量型的英雄 怎么可以当一个刺客呢 他就是可以当一个刺客 我的灵活机动性就是这么的掉 我的机动速度就是这么的快 对吧 所以也希望大家以后 多研究一个东西啊 就是多创造一些自己的想法思路 对吧 很多事情都会有不可能变成可能的 那我当时想这套装备的时候 我觉得这装备是不是太脆了 后来想一下 它一点也不脆 因为你前期就很碾压别人了 当然高端局的时候 我这边不敢保证 因为我本身就是 也不太打很高端了嘛 对吧 高端局的时候我不敢说 但是像这种中端局低端局啊 你这么大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只要领会了这个视频的精髓 你完全可以像我一样 就是杀暴全场 对面会哭的 好 那这个时候看一下 怎么打呢 这边有个猴子 猴子已经挂了 我这边先一个Q技能 可以到大蛇身上 这个火种是有视野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阿波罗探视野 是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火种的 好 也是一个Q技能 刻到狐狸眼上 这个狐狸被冰了 直接大招撞过去 直接秒掉 看到没有 大招秒掉的人 果然不会刷新火种 好我这边开启复仇天神 那这边迟都不敢打我 你打我 他们自己也会痛 好了 那现在情况也非常明朗了 那这把应该是稳稳的赢了 我们杀了59个 我自己杀了26个 杀了将近一半多 好 那这个金属直接Q啊 好吧 还是有弹道的嘛 对吧 这个QR连接 给他起个名字 无敌风火轮 这个有点这种效果 感觉一个人 疯狗一样 踩着一个轮子 飞过来了 好 那据下件装备 选择出了翡翠 那这个时候 有复仇天神和翡翠的情况下 我这边的双抗非常高 而由于阿波罗本身 就是力量英雄 2006的血 这个时候也是个 非常中规中矩的 你要这么想 对不对 我是一个刺客 我有2006的血 我应该知足才对 对吧 好 那当然 这套装备 因为有两个主动 使用的道具 包括阿波罗四个技能 除了一技能 全是主动技能 那其实 短时间内有操作 这个还是需要练习的 你短时间内 需要同时点开 很多技能的 包括二技能 来回突进 把Q技能6秒一次 这个大家 一定要计算好CD才可以 之前我就说了 阿波罗你如果做到 Q技能放得准的话 其实大招是6秒一次的 那由于出了复仇甲 所以说我现在 魔法量也跟上了 将近1200的魔了 然后现在这三个人 我完全不需要上 朋友不要走 好 一个人追着三个人跑 别走 有种别走 没事这么多人 一点也不松 冲进去就说干 那干起来开击翡翠 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个机器应该就碾死了 好 就据这个机器 我有大大大没舍得 现在一个大突回来 然后离开这个战场 然后现在第三个大招 直接远离 这个输出的区域 好 那现在遇到一个狐狸 那这个狐狸应该被带走 然后最后一个Q技能 收掉这个大蛇 就是这么霸道 一个人就冲进人多人里面 真的是 只要大招可以无限滚 我就有无限的逃生技能 那这个是完全不怂的 好 那对面也是最后选择了投降了 好 那也是非常 非常开心 这个 大家最近铁巴的朋友也好 还是优酷的一些朋友也好 一直追着我的视频看 然后 我这边 我真的没有脱羹 我只脱了一瓶而已 那希望大家也理解理解吧 那这期视频 我真的希望大家一定要用心的去看完它 然后 我相信大家肯定是会有收获的 然后大家愿意跟我交流的话 那可以通过贴吧也可以 那通过QQQQ也可以 我的群包括 这个优酷的留言都可以 然后本期依然是四位奖励 那这个开头也说掉了 那贴吧也会加抽一杯的 那希望大家踊跃的留言 大家多交流 然后共同上进 那谢谢大家